这是1987年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话剧 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 女主角苦苦寻找男子汉 最终一无所获 看完之后 很多女性朋友都颇有共鸣 他们喜欢拿一个外国男人来做参照 她是个笑平头硬棱角 对付威胁面无表情 有时候戴墨镜喜欢穿风衣 并且把领子竖起来 这个人跟一个叫杜秋的家伙 并没有那么明白的区分 和杜秋很容易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女孩子 她家里有飞机 她不停地换各种式样的漂亮衣服 她能骑马带人 她有一头飘逸的长发 她表达感情火辣辣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我是你的头偶 事情得从头说起 1978年的中国大陆对世界敞开怀抱 外国电影大量进入 抑制片场的工作人员们就十分繁忙 在这个之前我们翻的都是什么都是三四十年代的 好莱坞的一些经典的影片 这个像追捕这样的 那是七十年代拍的 日本七十年代拍的 这个时候我感觉他们对人物的塑造 对整个那种 就感觉很清新 比如说像个性的解法 像那个真有美这样一个个性 她跟杜秋这样一个个性 有一个很鲜明的反差 既然自己不配音 那么给杜秋和真有美选择生意 就是最重要的工作 从整个人物的个性 从她的音色 从这个人物的气质 包括她的年龄 这感觉呢 我们当初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我们觉得必合是最合适的 有些原因 是我暂时不能投案 像真有美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恰恰需要一个非常纯真的 纯洁的 坦诚的 又是非常朴素的 所以我们后来考虑 有丁建法的 爸爸什么也不知道 你要逮捕就逮捕我吧 小姐 追捕之后 佐藤纯迷在中国拍摄过好几部电影 都获得了中国人的特殊优胆 所以见面之后 彼此似乎都不陌生 二战结束的时候 我正好上初一 之前受到的教育是 人活着要为国家做贡献 在战争中为国家去死 所以我们根本不去想 能不能活到二十岁 估计不能 等战败了 美式教育被移植到日本 突然间 人好像应该为自己活着 原来活着是为了死 现在活着是为了活 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时候的经历 到长大了才能看出影响 等我长大了 拍电影了 我就想 个人和国家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是不是为了国家 个人就得牺牲一切 能不能相互融合 相互接受 这一直是我当导演拍摄时的一个主题 像这个电影 国家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 把个人整得很惨 这很符合我的口味 电影的日本名字 不是我们熟悉的追捕 而是跨过愤怒的河 检察官杜秋 确实掉进了一条 莫名其妙的河 就是他 他就是强盗 快 快把他抓起 就是这个人 绝对不会错 是他 就是这个人 关键是掉进去 差点就要被淹死 你不相信我 我谁也不相信 独秋虽然愤怒 却依然面无表情 他要寻找横路镜二 只有这家伙能证明一切 好了 现在追捕开始 我看那个天然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像你的那个表演 不带有很多的表现自己成分 是那种很本身的 很真诚的一种 高仓健原名小田刚一 不知道他怎么想出了 后来这个字字都带着象征意义的名字 我已经当了四十多年的演员 上学时我开始谈恋爱 想和我喜欢的姑娘在一起 我家在九州 他们反对我来东京 所以在这里 我到处找事情做 最后连被子都没有了 这时候有人告诉我 拍电影可以生存 所以我就试着干起了这一行 高仓健成为日本一流的明星 是靠打出来的 十五年前我还在东映 当时拍的片子都是描写黑社会的 上座力很高 很多都是照着我的形象去写的 每个月要完成一部片子 有些是我不喜欢的 也得拍 后来就不一样了 我开始选择了 一个月一部电影 打来打去的高仓健就烦了 我二十几岁就看高仓健 很熟悉 高仓健一开始都演帅小伙格 跟女主人公谈情说爱 后来慢慢慢慢 黑帮片流行了以后 他就开始演黑社会 所以他原来演小生时候的感情丰富 演黑帮时表情生硬严肃 慢慢地就形成了 他的一种特殊的演技风格 最后变成不是靠电影特写 而是通过整个身体来演戏 他是这样一个演员 于是杜秋面不改色戴上墨镜穿上风衣 竖起衣领继续逃亡 如果他再跑到山里去就麻烦了 长鬓角瘦脸旁 也喜欢戴墨镜的史村继续追捕 史村警长当然首先是要追捕犯人 这是工作 但是他慢慢对杜秋有更深的了解 开始把杜秋不是作为犯人 而是作为一个人来谈判的事 产生了很多疑问 以至于最终和杜秋联合起来 这也是一种个人和组织的 警察和警察机构的工作 杜秋从东京逃到北海道 逃到了真有美的身边 在配这个戏的时候 因为我是怀着孩子 我是非常投入地在配这个角色 所以当真有美挂在树上 那个熊在下面往上扑的时候 那样的一种喊法 喊完了下来 导演就跟我说 你喊得太像真有美 等到我喊完了下来 我就感觉好像真的真有美 从树上掉下来 我就捧着肚子里边的孩子 全打脚踢的 疼得不得了 过了没多久 我就胜寒了 来人啊 来人 救救我 生下来的第一 一声哭 哇一哭 我还有心思跟护士说了一句 我说 这就像真有美在喊 从东京坐新干线去京都见中叶梁子 恍惚觉得是去北海道寻找真有美 在拍摄之谱以前 我一扳演两种女性 一类是很传统的日文女人 默默地站在背后 感情表达很含虚细腻 另一类就是比较自由开放的 和男性平等交往的现代女性 看完这个剧本之后 我觉得这个形象 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 当自己喜欢的男人 遇到危难的时候 能挺身而出 不惜用生命去帮助她 这样的女性形象 在日本是很少见到的 真有美皮肤有黑充满野性 请你告诉我 杜秋她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不会不知道 就算我知道 也绝不会告诉你 你要逮捕就快逮捕吧 真有美的父亲是国会议员 她从小生活在北海道 是在马群和广袤的 原野中长大的 所以她的性格非常自由奔放 突然遇到熊的时候 她自然地就会往树上爬 可见她身上 有一些与生俱来的野性 我觉得我身上 也有这样的成分 但在东京生活时间长了 这些东西 就显得不是很明显了 真有美长发飘飘 善于骑马 杜秋先生 快上马 有人告密了 来了三百机动队 街上都被封锁了 快 快上马 我在拍这个片子之前 从来没有演过骑马的戏 不过真有美是在牧场里长大的 无论如何都要骑马 所以拍摄之前 我就在东京一个很小的练习场 练习过五次 当时教我骑马的老师夸我不错 骑两三次之后 就说你可以让那个马加速 就给我加了马刺 结果我骑上了之后 那马一下子把我甩下来 我被拖着跑了很长时间 才被救护车送到医院 结果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 从那之后 我对马就有了恐惧感 但是还好 在现场慢慢又练了几次 已经适应了不少了 特别是有很多镜头 是跟高仓界一起骑马 其实那时高仓界在后面 他一直保护着我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喜欢你 真有美身材匀衬衣服很多 在洗之前 服装师把他准备的衣服拿来 我有时把自己的衣服也拿来 跟导演商量穿哪个好 有时候穿服装师准备的衣服 有时候我就穿上自己的衣服 比如皮加克 还有当时的裙裤 因为要骑马 看上去是裙子 其实是分开的两条腿 这样的衣服当时在日本 是很少见到的 也是很时髦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迷人的真有美 对待感情如此大胆 不顾一切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我是你的同龙 我喜欢你 哎呀我那个感觉 我就觉得好像 完全可以在这个角色当中 找到我的感觉 应该是在这个角色当中 找到真有美的感觉 因为毕竟我当时25岁了 我到了单位里就认识我们这老头 就两个人 没有多少时间就结婚了 他就特别照顾我 好 所以在配的时候 当我说到 我爱你什么 我就特别柔情 我是你的同龙 短暂的见面凝聚了双倍的爱情 音乐响起 把这样的画面变为记忆 佐藤导演跟我讲 尽量不要看拍好的片子 应该看完剧本之后呢 凭自己的想象来作曲 因为看了样片以后呢 容易受它的影响 为了迎合影片的画面 而去想音乐 导演不让看画面 青山八郎 只能海阔天空地琢磨 这部影片的两个主题音乐 完成了 一个是表达爱 一个是表达悬念 表现悬念用的是吉他 就是有旋律的那种悬念音乐 作为一个女人 她想搭救自己心爱的人 怎么表达呢 我当时用的是比较轻快的爵士乐 其实当时更流行 是用古典音乐 尤其是在大片里头 一般都是用古典音乐来配乐的 但是我跟佐藤导演说 我们试试别的好处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 为什么 关键是应该有一首歌 一首能被人惧作的歌 主人公应该是一种 向上光明的这样一种东西 起来的音乐 应该从低往高 但是呢 就是说出于我对于高苍剑的个性的了解 我有意识从高到低 压在低的地方 好像是高苍剑自己的心声一样 那么最开始就没有想到歌词 这声音跟乐器是一样的 如果加上歌词 总给有人一种固定的程式的东西在里头 我觉得不是太合适 动人的北海道 美丽的真有美 还需要一个爱喝白兰地 拥有私人飞机的好爸 只有一个办法 不过 你会不会开飞机 真有美的父亲包含了我的感情在里面 因为我父亲以前 二战后期的时候 他也参加了反对东条英机的一些正常动作 所以受我父亲的影响 我觉得他带有一种正义的东西 和邪恶的权力做斗争 所以我在刻画真有美父亲的时候 带有一定的对父亲的感情 当然 要是我带着你飞 那就省事多了 不 私人飞机不可思议 最不可思议的是高苍剑 上去吧 飞机是制片人的一个朋友 他有这么一架飞机 这个飞机主要是着陆和起飞 尤其着陆难一点 其实起飞也不是很难 在空中飞的时候就根本不难 所以可以让高苍剑实际来驾驶一架飞机 在空中飞的时候 主人也在里面 实际上在空中飞的时候 高苍剑说 你开汽车还有没有 歌声中 真有美和正在竞选北海道支持的爸爸 无条件节奏了被追捕的杜秋 杜秋和高苍剑初次驾驶飞机 甩掉上百名警察 飞越辽阔的大海 完成了所有男子汉的梦想 我觉得我们的职业比较残酷 随时都处于这种境地 每参加一部片子 就把活儿丢进去 当然不那么投入 也就不会那么痛苦 可是不投入 自己又得不到满足 因此每次投入 每次分手 又每次痛苦 然后又用很长的时间调整 就这样周而复失 他又说话了 又说什么了 跳啊 跳吧 招仓不是跳下去了吗 堂塔也跳下去了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 你倒是跳啊 啪 哪来一跳 没有一跳 怎么回事 一摔旗子把对面那位吓一跳 是啊 他又说了 当时很多中国人在追捕中 第一次见到了 蛤蟆镜私人飞机等等 但刺激最深的 最恐怖的 是堂塔的AX 这是我发明的 最新结构的一种 中枢神经阻断药 神经阻断药 使人丧失大脑的 正常思考功能 好 杜秋先生 你好像也很兴奋 吃了这个药 好好地睡一觉 也把我弄成那样 终于 《横禄镜二千呼万唤史》出来 《横禄》 《横禄镜二》吗 在上世纪的中国 如果说你长得跟 《横禄镜二》似的 一定是在骂你 我们对于这个角色 念念不忘 却不好意思向田中邦位 提出采访的要求 因为这样的小角色 他演了无数个 田中邦位考我们排幽座 考了三年才考上 第一年来 让他表演 结果一看根本就不行 什么都不会 问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他说 我就是想演电影 大家都吓了一跳 因为我们这是戏剧学校 就算想演电影 也没有人敢说出口啊 第二年他又来了 因为长得怪 老师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可是他一点长进也没有 所以还是让他回去了 第三年他又来 老师问他 有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啊 他说还是什么也没学 大家觉得他很执着 就收下来了 结果发现他极为刻苦 进步飞快 田中邦位是日本的大演员 但他演的大都是小角色 我估计田中邦位 可能是日本 电影演的最多的演员 他不一定演什么大角色 但是由于他这个人好 性格好 演技也好 所以很多导演 都专门找他拍戏 比如他和高苍健的关系就不错 他们经常演对手戏 好了 回屋去吧 恒龙 果然 恒龙晶二转身回去 就此结束所有的戏份 杜秋 你看 多么蓝的天 走过去 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 杜秋面无表情 及时装疯卖杀的时候 这样的硬汉 成功总是围着他转 我自己对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感兴趣 像这个电影 国家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 把一个人整得很惨 牺牲个人 我认为国家和个人的确就是这种关系 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来牺牲某一个个人 这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你这是干什么 从这儿跳下去 招仓不是跳下去了 堂塔也跳下去了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 你倒是跳 结局好像是英雄抱得美人归 大团圆 但是当时的寓意 他们从警察机关走出来以后 在日本权力的象征国会仪式堂前面走过 这个电影就完了 象征着如果这个国家下一步 还想抹杀个人对他的危险 还对个人进行迫害 我没有那么优秀 我总是在想 下一个片子应该演得再好些 而且每次都这么想 下边一定会更好些 就像我年轻时谈恋爱似的 用全身心取爱 电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完了 不 哪有个完呢 我也去行吗 杜秋成功了 他没有露出喜悦 他仍旧面无表情 他戴上墨镜收获了他的爱情 这个男人太棒了 如果我要是真有美的话 我肯定我也会追这样的男人 因为当时这个片子放完了以后 大家尤其是女孩子 叽叽喳喳都在意味杜秋 因为实在是很多年没有看到过 这个电影里头有这么一个杜秋的形象 实在是很多年 追捕之后有那么十年左右 许多中国男影星以及更多的中国男性 无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我就跟我老公说 现在你就是高藏剑 我就那个那个 你就是杜秋 我说 有的时候要不满意了 要不高兴了 要冲着我发大火 这是经常的 所以我说 你这个气质上有点像高藏剑 但是我说 你不够光高 杜秋那么宽宏大量的 我老拿杜秋去要求我爱人 你应该像他学生 那么在日本呢 杜秋或者高藏剑是怎样的人 像高藏剑这种形象 平时不爱说话 但内心非常的善良 总愿意帮助弱者 站在民众的一方 可以说他身上反映出 日本武士的这种性格 日本的武士有几百年的历史 已经深入日本人的心里 可能高藏剑就是他们 理想中英雄的化身 高藏剑和杜秋 哪里能分得那么清楚呢 1978年以后 《追捕》在中国 已经不是一部电影 杜秋式的风衣被抢够一空 很多人在不刮风的时候 竖起衣领 戴上不舍得撕去商标的蛤墨镜 到处是真有美理发店 商店里有真有美化妆品和帽子 大家用横路径二来骂人 背诵大段的台词 甚至充满炫耀的 向朋友们讲述追捕续集的内容 杜秋和真有美的后来 这个电影在日本刚刚放映的时候 不是那么糊 但是把成本都捞回来了 还挣了一点点钱 但是在中国太火了 当时我去中国走到哪儿 都会过来很多人跟我说 这个电影我看过七次八次 或者说当时我没弄到票 没看上 非常的奥连你 后来日本观众听说 这个片子在中国特别火 反过来又去看这部电影 增加了很多观众 算是反过来从中国引进的 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曲 流行到 无法用流行这个字眼来形容 当时收到奖状 看起来是两张不大的纸 一般按日本的习惯 奖状都很大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两张纸的分量 后来听到知情的人告诉我 在中国是很高的融入所谓 对于这群日本人来说 改变最大的应该就是真有美 当时我到北京上海去的时候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都管我叫真有美 真有美 真有美 叫真有美的频率太高了以后 几万人整天这么叫 三天以后我都觉得自己 好像出现了幻听一样 吃饭的时候也觉得身边 想着真有美的音乐 睡觉的时候也觉得 耳朵里在叫真有美 我当时甚至有些害怕了 担心我的脑子会出现问题 中叶梁子在中国 获得的太多的荣誉改变了它 当时正好文革结束不久 这部电影让几亿的中国人 看到了另外的一个广阔的天地 那些好像是被爆炸震撼了一样 我当时也被人们这样的反应所感动 所以通过这部电影 让两国人进行了了解沟通 增进了交流的活动 创造了一种和平的文化 到今天为止 中叶梁子来中国已经50多次 她早已不再只是一个演员 而是一个使者 所以我才决定在秦皇岛 创办一所小学校 为了增进这种中日间文化和交流 这些都受益于这部电影 通过这所小学跟他们交流之外 我还拼命地学中国历史 中国的现状 通过这些东西来理解今天的中国 憧憬中国的未来 所以说这部电影 使我成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份子 也许只有在这些孩子们眼中 这个日本人不再是真有美 中文化交流 想法罪集成 在这个视频中 在这部电影中 如今艺术 云和威廉 合余众 演唱曲 人员